欢迎八村磊加盟胡仁 果然啊 2023突然交易 昨天晚上胡仁用纳恩加三个次轮钱 换来了八村磊 跟大家来聊聊这笔交易 首先呢 我认为这笔交易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交易 为什么稳赚不赔 首先考虑到纳恩对于胡仁当下来讲的实际作用 它作用不大 可有可无 虽然说近一段时间 纳恩的进攻能力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是有明显的这个恢复的 但是它的防守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 这一段时间在场上使用的时候 也是一会上一会下 一会上一会下 只能使用它的进攻回合 并且呢 在现在这个时代三个次轮钱的代价 说实话 这不是一个很高的代价 连首轮钱都不值钱 次轮钱更是非常的不值钱 回过头来 咱再说八村磊 胡仁现在整体的后卫 实在是太多了 少一个闹岸一点问题都没有 增加一个封线 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八村磊这个圈弯 2米03的一个封线 正经的一个足尺寸的一个封线 运动能力不错 三分能力呢 整体来讲投射的数量不多 但是还是算是比较精准的 街球投篮能达到41%的三分比较率 八村磊的重要特点 还是这手中距离比较厉害 他这手中距离非常非常精准 从防守的角度来讲 脚步不是特别快的一个圈弯 但好在是一个有体重 有对抗的一个风险 最主要的一点 我觉得胡仁的交易应该是没有结束的 昨天新闻随后也直接报道了 胡仁将有意续约八村磊 胡仁下个三季 只有3000多万的空间 一旦续约八村磊的情况之下 胡仁下个三季的薪资空间 将进一步的压缩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不再做其他的交易了 我们下个三季将无法补强 所以我个人认为 微少的交易可能还在后边 这只是本三季交易的一个前菜 我们下个三季将面临着大量的曲纹到齐 朗尼沃克的续约 巴村磊的续约 包括加布里埃尔的续约 托布的续约 施罗德的续约 这里边这些曲纹 我们几乎都要想办法留下这些曲纹 所以说你所谓的薪资空间 几乎就是没有的 那么怎么办 合理的操作就是 本赛季必须拿微少做出调整 用微少去增加整体阵容的深度 为本赛季 为下赛季做一个长远的达成 我感觉微少要走了 当然我说的 这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思维 胡仁管理诚能不能这么想 那我不知道 反正按照常理来讲 我们当下必须应该交易为上 我们继续静静等待 等待胡仁的第二笔突然交易 就说这么多 晚上就在直播 最后感谢大家应征一来的支持